大家好 我是袁胖 今天我们来到了一个拉面馆 你看到没有 这上面全都是面 12块钱到18块钱 我们今天来到这里 目的主要是这位老先生 看到了吗 看多大年纪 今年40多岁吧 619了 69 他发明了一个什么拉面机 他自己认为 这是全世界最好的拉面机 拉出来的拉面跟手工拉的面 是一模一样甚至口感更好 我们看他是不是在吹牛 老板就是用啥子的机器 用啥子的机器 老板 你好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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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老鱼 这机器好不好用 不好用 是不是 我们去看一下好不好 好 你一天大概现在要拉多少 大约四五百瓦个 四五百瓦 跟你能结算多少钱 这是节省 具体也没算过 大约就是人工省五六万 人工省五六万 那还是挺值的吧 对 现在他的这个拉面出来的口感怎么样 比手工的要好 我们去看一下拉一拉好不好 看这个机器到底是怎么用作的 走走走 过来看一下 哎 师傅你好 这是啥 看一下 哦 这是机器做出来的 哦 这是宽的 是不是 这是大宽的 总共有几个品类呀 五个品类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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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醋的 冒细的 二细的 酒叶的 哎 这个感觉还是不错的 都有两罐的 你看看 啊 了 嗯 flap 好 对 走 好 好 那儿 好 好 啊 好 好 大姐 你觉得这个面怎么样 好吃 真的 能吃出来是总共和鸡叶大的区别吗 嗯 吃不出来 这面条怎么样 挺好的 吃挺有咬接的 啊 你这吃完了啊 我吃完了 我的屁股扑了 这一碗就我吃了 这碗呢 这个面条啊 这面条口感怎么样 不很好 口感直了 一会卖香味 熟悉 感觉挺好 反正经常上街来吃 经常过来吃 是 嗯 那你能吃出来这个面条 它与人工拿的那个不一样的点吗 因为我拿这个感冒 它这个咬就好 它吃了这个面条 吃完以后啊 我就想吃了 这次吃了 下次还想回来吃 有这种感觉 就感觉口感特别好 嗯 就是比人工做的面条更有咬劲 是吧 嗯 你们看我屁股扑了 把这一碗吃 六碗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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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六碗嘛 你吃一下怎么样 嗯 吃一碗 你知道这是机器拿的吗 不知道 不知道 那你觉得它这个 它这面跟人工上面有什么不一样的点吗 口感上面 比那个筋道 比那个筋道 嗯 其他方面呢 味儿 你觉得机器做的面的话 和筋道面的那样 哪个更优势点 要是说的话 还是机器 机器相对来讲 它比较卫生 人工做的话 它毕竟的话 它要是除还是拿的 它卫生的方面 它绝对感冒上机器的一点 我现在法面的腊面剂啊 现在做出这个面的口感 血系还好 嗯 我很希望啊 嗯 这个 我在这个 由这个 由这个 由生之年呢 呢 能把这个面条 呃 拉面剂做的更麦善 让每一个人都能吃上 我用我拉面剂拿出的面 嗯 我感觉到我这一生当中在做了 做了一个有益的工作 嗯 嗯 我就 我 我这个 这一生当中来讲 我也是 是耐忘的一件事情 嗯 哪怕就是说 我那一刻这个袭击 我也感觉到 我这个 在拉面剂这个行列当中 我是做出了 一定的 这个 成绩 也是可以说 我对人民来讲 做了一个有益的 这个工作 嗯 嗯